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徐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就是一期毫无分享视频 就是给大家分享我最近用到的和我最近买到的觉得比较好用的东西 然后就是做一期比较好用的小众的软件的分享 还有一些就是大家经常在私信里面问我说 录视频是用的什么或者是剪视频是用的什么 然后这一期就全部都告诉大家 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些视频也感兴趣的话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个要给大家分享就是国内原创时尚设计品牌 Dplus Loving的手链和耳环 我一共是收到了两条手链和两对耳环 这个耳环就是戴在我的耳朵上面的 然后手链呢它是一条星星和一条月亮 月亮单独戴着可能会有一点点单调 但是和星星迭代的我觉得还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它们的材料呢是亚克力的星空版 敏感来源于泛高的那个星空 所以戴起来就特别的梦幻和精致 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 这个耳环呢是以星月为敏感设计的 是一个不对称的设计 一边呢是大号的星星和月亮 然后一边呢是小星星月亮和映射出来的星光 戴着也是很好看的 还有一款呢就是这个 以泛高向日葵为敏感的向日葵耳环 就是我耳朵上的这个 它里面呢是一朵干花 然后树纸 是用树纸包裹的 就像是时间凝固了一样 这种明亮的颜色呢 我觉得是 无论是哪个颜色都是比较适合的 我也很喜欢这个 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看 第二个呢就是我最近买到的一个特别划算的鞋架 也是在淘宝里面被别人种草 都买的是一个六层 然后每一层呢 它的长度是80厘米 就是可以放五双鞋 如果是稍微小一点的鞋 可以放六双鞋 我买的价格是32块钱 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不需要买这么高的鞋架的话 就可以买稍微 小一点规格的 也是比较便宜的 基本上就是只要十几块钱吧 我觉得还是蛮便宜的 而且质量也还不错 第四个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最近买到的一些贝内帽 因为我以前在淘宝上面看了一下贝内帽的价格 基本上就是在30块钱以上 然后那天在H&M也看了一顶黄色的贝内帽 它们的价格也是在30块钱以上吧 然后这个贝内帽它的价格真的特别的便宜 就只要10块钱 最低是10块钱 然后稍微贵一点的就是在14块钱吧 而且它们的质量我觉得和我那天在H&M看到的那一顶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的划算 所以我就买了好多个颜色 我总共是买了12顶吧 但是有几个颜色是买虫了 我还想再去多买几个颜色 它这个我觉得质量也还是蛮好的 它是那种羊毛的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最近一直在用的两瓶沐浴露 就是Costin家的这个樱花花瓣沐浴露和这个玫瑰花瓣的沐浴露 它们是升级版的 然后这个呢是上个月就寄给我了嘛 我也是从上个月到现在也是一直在用它们 可以看出来还是用了很多的 以前呢我也是用过这种樱花味的沐浴露 但是这款它比较有特色的就是 它的沐浴露里面是有满满一瓶真的花瓣的 这款沐浴露呢就是含有美白成分 烟纤胺以及高保湿成分和天然的氨基酸表活 这款玫瑰的沐浴露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是比较喜欢玫瑰花的 它们里面的玫瑰花呢是用的保加尼亚的玫瑰 闻起来真的是特别的好闻就是那种淡淡的香味 但是不会特别的浓郁 它们的香味呢也是比较持久的 据说是运用了法国微焦囊牛香黑科技 就是第一天洗完澡以后第二天啊 你也是能闻到那种淡淡的香味 我觉得这个香味真的是很好闻 它的樱花呢就是少女心的一个味道 然后这个玫瑰呢就是很优雅很浪漫的味道 我觉得这两瓶都是小仙女必备的 必备的展览香味 它的液体呢是那种很丝滑的 就是像褶蜜一样是那种真正的丝滑不是讲滑 而且这种木云诺它起泡是很容易的 一点点就能起很多的泡泡 而且很容易冲洗干净嘛 它们呢是全球第一个把花瓣放进去的木云诺 而且在国外呢也获得了很多的奖项 我觉得除了这个香味很好闻以外呢 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真的很平价 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一个组合装原价是69.8 然后现在的促销价呢是49.9 大家可以领一个我的专属优惠券 就是15元的券 到手价呢就是两瓶才要34.9 就是我的粉丝的专享福利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评价 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党妹子 比较划算吧 然后呢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入手的或者是别人送给我的一些口红吧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雅诗南带的333 我觉得这个口红它的包装还是挺有意思的 就这种瓷吸的 然后它是一个枫叶的砖红色 是比较适合秋冬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也还是蛮好看的 就到时候给大家试色一下 然后呢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购入的一个韩国口红 它是前阵子风很大的叫Romand吧 我觉得那几个哑光唇油都还是挺好看的 然后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个零二号色 到时候给大家试一下色 然后我要着重给大家拍一年呢 就是这个零九号色 就是这个果汁唇油吧 这个零九号色 这个颜色大家如果是黄皮的妹子的话 真的不要买 这个颜色就是有一点点像那种死亡芭比粉色 对于黄皮的妹子是特别的不友好的 就是我采泥的一个颜色 而且这个颜色 这种果汁唇油它是比较染唇的 因为我当时想给大家拍一个试色的视频嘛 但是我试到这一支的时候 它就把我的嘴巴已经染掉了 所以我就没有继续的拍那个视频 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觉得比较好用的一些软件 以及大家经常在私信里面问到我的一些 关于拍视频的一些问题 然后一些比较常见的我就不多说了 第一个要给大家分享的 就是一个调色软件 是我比较常用的一个软件 它的名字叫MIX 大家如果想下载的话 可以直接去应用商店去下载 我觉得这个它真的是很好上手的 就是它能调出很多我想要的效果 而且它里面的那个天空的滤镜也很好看 最重要的一点呢 它是可以把你调好的一个滤镜保存下来 然后对于同类型的照片 可以批量处理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 然后呢要给大家分享的 就是一个手机剪辑的软件 它的名字叫InShot 这个软件是我当时用手机录视频的时候 经常用到的一个软件 因为它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功能 就是一般我们用苹果手机啊 或者是用普通的手机去录视频 录出来以后那个脸都是翻过来了嘛 但是那个像那个软件呢 它就有一个功能 它是可以把用一个翻转的功能 把你的脸反过来 就是你在手机上面看到是什么样子 然后它翻过来以后就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这个功能是很很必须的 它还有一个优点呢 它就是可以给你的视频加蚊子啊 加音乐啊 加绿听啊 还有可以加一个那种背景的颜色 我觉得这个手机剪辑软件还是挺好的 就是我以前是一直在用这一个软件 然后呢就是大家经常问到我的 就是我剪辑视频是用的什么软件吗 因为我的素材一般都比较多嘛 但是我就不会用手机去剪辑 因为用手机剪辑的话 有一点点麻烦 素材比较多 所以就一般是用的电脑剪辑 如果大家是苹果的电脑的话 就是用那个FileCut Pro 然后如果是不是苹果电脑呢 就是用PR这个软件 PR它也是比较好上手的 而且剪辑起来我觉得也还是比较快的 就是有一些比较相同的操作啊 就可以复制粘贴啊 这个我觉得是大家想做博主 应该要学会的一点 还有一个呢 就是大家经常会问到我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拍视频是用的什么相机吗 我拍视频是用的佳能的G7X Mark II 这款相机呢 它比较好的一点就是 它是有一个翻转屏的 就是你录视频可以看到里面的自己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 然后呢还有一点 它是一个美颜的功能呢 就是在这个相机里面 看起来还是挺好看的 就大家可能在这个里面看 我还是比较有那么一点点白的 其实我没有这么白 就现在生活中是那种 比较稍微有点点黄的黄皮吧 这款相机呢 它还被称为Vlog神器 就是拍Vlog必备的一个神器 因为它真的特别的轻 然后其他呢我就不多说 因为这款相机在B站呢 有很多关于它的测评 就是测评佳能G7 Mark II嘛 它现在好像还出了一个G7 Mark III吧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了解一下 还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软件呢 就是我最近玩到了 还不错的一个恋爱养成的游戏 是大海推荐给我的 它的名字叫Narvin House 这个游戏呢 它就类似于心动的信号 那个综艺节目 就是说那个房间里面 是有六个人的 就是有三男三女嘛 然后大家在里面 通过抽卡牌啊 抽卡牌就会 匹配成情 不是情侣吧 匹配成队友 然后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这款游戏还是比较少女型的一个游戏 然后呢 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杂志软件吧 它的名字叫杂志迷 大家直接可以在应用商店里面 去搜索下载 这个软件是我平时一直在用的 就是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日杂 它有很多比较出名的杂志 而且是每月更新的 就是里面更新了以后 是可以直接免费去看里面 里面有一些图片啊 可以把它保存下来 有一些穿搭啊 或者是一些美妆那些的 如果大家想学习那种 想提高自己的审美啊 或者是想学习穿搭的话 就可以多看一下杂志 就是 就是在家或者是 放假没事的时候 就可以多看一下 就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